台南市北区华德里 里内七块公园绿地 都有特色的猫头鹰造景 最近还因应台南四百 穿上了印井的新衣 没想到去传出 有人晚上看了会害怕 公园里的猫头鹰造景 被民众批评很恐怖 不过这里长来说很难接受 因为这造景已经持续了六年 在这过程当中 根本没有任何的批评 就是一篇网络匿名 颇文放照片 引来网友跟风说是邪教场景 让当地里长很无奈 猫头鹰造景就为了创造社区特色 六年来附近学校社区多有赞誉 还举办过猫头鹰取亲活动 让市府都很肯定 没想到最近穿上台南四百的新衣服 却反被网路激扇 成了邪教图腾 民众看法也不一大多表示尊重 不过社区吉祥物在网路上被消费 在地议员也抱不平 其实猫头鹰从发想设计到设置 全出自有四十多年幼教经验的里长之首 多年来也未曾被批评 想不到这次会突然在网路上被讨论 里长坦言始料未及 明示文中博林俊敏台南时报道